软糖是由国外人发明的 19世纪30年代 这种材料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环保材料 这种材料可塑性非常强 色彩也比较丰富 一旦塑好形之后 您会发现 通过我们普通的家用电烤箱一烤制 一旦成品可以永久定型 不褪色 然后造型也不会再发生变化 并且脏了之后还不怕水 可以用水洗 所以您发现 每一款身上的作品 都是用通过我们特有的手速和捏画的方式 表达出来的 每一款都是原创 所以在DIY中 人人都是艺术家 就是我们的主题 让大家和我们一同感受到 这种手速和捏画 也就是这种表达方式的美 这种软陶材料 带给我们的高兴 所以我们也是倡导一种感觉 就是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 您发现 经过我们精心准备的一些 半成品材料 包括我们现场专业的引导师的引导 一个人就很容易的 很高兴的 但是还伴随着思考的 审美的这种整个艺术化逻辑过程 就把整个DIY过程完成了 我们今年的主题就叫大国龙年 多数的作品都是和龙文化相关的 也是和我们一些传统的中国 对这种龙的崇拜相关的 同时我们也开发一些老北京文化 像一些兔野文化 还有一些老北京胡同里 我们经常可以喜闻乐见 看到的一些微缩景观 包括一些我们一些家居艺术的 像咱们中国的富贵牡丹文化 等等等等 很多吧 从大的小的琳琅满目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这选择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